第一千一百三十九章 马铃风啸啸 眼看着野狼的爪子就要抓住红马屁股的时候 那匹红马的整个身形突然以极不符合他体型的灵巧横振挪移了出去 镶击了花式马术中的五步 让野狼的利爪落了空 不过事情还没完 就在野狼的身体向下坠落的时候 红马的两只后蹄突然闪电般的弹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踢到了野狼的腰部 虽然一个是草一个是肉 但是两者之间的力气恰好是要反过来看的 在马蹄接触到野狼的腰部之后 那只野狼直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烈的乌烟伤 整个身体居然被腾空踢出了十几米开外 这只野狼虽然个头不大 但也有三五十斤的样子 被红马一脚踢出这么远 可见红马含奋之下 力气是如何之大了 落在地上滚了几圈之后 那只野狼甚至连乌烟伤都发不出来了 显然 踢得起骨筋剧短 一命呜呼了 苏华说 捧头铁尾豆腐腰 说的就是狼这种生物 狼头是极为坚固的 一棒子打在上面 野狼一般都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而他们的尾巴也是进攻的力气 往往在猎物不注意的时候 突然用尾巴给其致命了一击 但是 狼的弱点却是在腰部 别说红马这千斤一脚踹上去了 就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拿着棍子打在上面 估计都能使其重伤倒地 所以 红马一脚之下 最先扑出的野狼顿时一命呜呼 两只之间动作之快 看得一直用望远镜观察着的庄瑞 差点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眨眼的功夫就胜负分出了呢 这 这到底谁是猎物 谁是猎手啊 看到这般情形 庄瑞真的是被震惊了 在自然界 已若灵强的事情并不少见 就像是兔子可以用后腿蹬死老鹰 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几乎可以掠过不济 现在鲜活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 红马一脚之围 竟然直接踢死了这个大草原食物链最顶端的猎手 这差点就颠覆了庄瑞对于马的认知 庄瑞以前对马的印象是任劳任远 温顺安静 但是从来没想到 马居然还有如此暴虐的一面 在大草原上 是没有野狼敢于招惹野马群的 兔子极了都会咬人呐 这马要是极了 不光是踢人 咬人也是会的 一旁的巴特尔此刻 也是两眼放光的看着那匹红马 毫不也是目光中的喜爱之心 一般野马群在遇到数量比较少的狼群时 往往是万马奔腾 直接将其驱散掉 跑不过马群的 自然就被踩死了 但是现在这匹红马 居然和野狼玩单挑 而且还轻而易举的赢了 巴特尔在草原上生活了二三十年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 就在庄瑞等人惊叹于红马的深圳时 后面的两匹草原狼 丝毫没有受到同伴生死的影响 分坐两边 奔到了红马的身边 而且 在一百多米外的草丛里 最后一只野狼也跑了出来 巴特尔没有拿望远镜 直到剩下的那两匹野狼窜到红马身边时 才被他发现了 不由惊呼了一声 不好 估计这马要吃亏 不会吧 巴特尔大哥 以这红马的身高敏捷 一脚一个都踢死了 庄瑞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 刚才那只狼连一个回合都没招架住 现在只多了一只狼 想必红马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你以为草原狼真的这么没用吗 巴特尔看了庄瑞一眼 说道 不行 咱们快点过去 要是红马受伤的话 对于咱们也是个机会 俗话说 三狼服虎 五狼服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有三只狼在一起 就敢和老虎较劲 并且 极有可能赢下来 而五只狼在一起的时候 就连力大无穷的熊瞎子 也是要退避三蛇 虽然这话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草原狼一加一所产生的战斗力 并非是二那么简单的 野狼群之所以能纵横草原数千年 主要还是他们在密尸猎物的时候 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狩猎方式 就像人类在打仗的时候 行军铺阵一样 进退有据 就在巴特儿化身刚落的时候 两只野狼已经分坐两边 向红马扑了过去 一只在前面吸引红马的注意力 另外一只 则是绕到红马屁股后面 下起了黑爪 果然 正如巴特儿所料的那样 红马顾前顾不了后 每每当他想扬起后蹄 去击快后面那只野狼的时候 前面的却虚实欲扑 搞得红马只能不断的躲闪 一时狼狈不堪 两只野狼不停的侵扰 让红马连斯明招呼同伴的机会 都没有了 而周围的那些野马 则是出于草食动物 对于肉食动物的天然惧怕 没有一匹马敢于上前 反而向后退出了不少 估计这红马要是有人的思维 早就骂开了 不是骂那些铜板不帮手 而是则骂自个儿太大意了 如果早先招呼这百多个手下 一起冲过去的话 别说是三只野狼 就是狮子野给踩死了 哪会落得如此重镜呢 还好 刚才红马的一踢之位 使得两只野狼也不敢逼迫过甚 否则 红马拼着受伤 也只能踢死一只野狼 而这两只野狼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在等后面那个铜板的到来 巴特尔解下赤血身上的包裹 从里面拿出了一根绳子 背负在了肩膀上 看向庄瑞等人说道 你们都留在这儿 我自己过去 你们千万别露头啊 否则进了马群 估计就要四散跑了 其实 马的势力并不是非常好的 他们平时主要靠听力和嗅觉 所以 在这天色阴暗的夜里 如果马群炸开了 那会很难受拢的 巴特尔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吧 庄瑞看着那匹显像还生的红马 心里很是担忧 要是这么神智的一匹马 丧身狼吻之下 那未免太过可惜了 不过 他的灵气能救人 却不能杀生 隔着这么远 庄瑞也只有干着急的份 却是无法帮上红马 毕竟 红马此刻也没有受伤 跟我一起去 巴特尔看了眼庄瑞 说道 你要是能和我一样骑着马 到野马群里 你就跟着来吧 说完话后 巴特尔翻身上到赤鞋的背上 两腿轻轻一加 赤鞋向着马群的方向跑了过去 庄瑞等人隐身的地方略微有些低 跑到距离马群三四百米的时候 赤鞋突然加快了速度 而巴特尔则是一个侧身 整个身体 居然隐藏到了赤鞋的另一边 哎 巴特尔大哥这么大的身体 这伙玩得漂亮 从马群那个方向看 只是一匹孤零零的马 在跑向他们 而从庄瑞等人的方向看 巴特尔则是像个橡皮泥一般 撕撕的粘在了马儿的另外一边 看得庄瑞差点大声叫起好来 果然 巴特尔的这一手 很好地隐藏住了自己的行踪 那些站在外围的野马 见到来了一个同伴 并没有如何惊慌 也没有发出什么示警的声音 至于红马 此时早已自古不暇了 当然也没工夫去分辨 远处跑来的一匹马的背后 是否还藏着个人 这匹红马的情形很不好 因为第三只野狼 也已经窜着身前 原本对付两只 就已经很吃力的红马 此刻更是鲜香欢生 有几次都差点 被后面的那匹野狼 抓上了屁股 红马开始焦躁了起来 他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是马中之王 没想到 今儿不经意的一次事物 却是让他遇到了很大的危险 红马此刻已经有了突围的打算 突然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从红马左侧的方向传了出来 方向正是对着红马的所在 这让红马以为 是那只母马轻人来救自个儿了 动作不禁缓了一下 红马躲避的动作 就这么稍微慢了一拍 顿时感觉到 后腿传出一阵的剧痛 却是实实在在的挨了野狼一爪子 带有狼独的爪子 直接将红马的屁股撕开了几道深深的伤口 红马暴怒了 在那只野狼还没来得及圆盾的时候 后提闪电版的弹出 直接将那只投袭得手的野狼 踹出去了五六米远 只是红马的灾难不仅于此 刚刚顾得了后面 前面的大腿处 也是被一只野狼抓了一击 剧痛让红马的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 向前倒了下去 要说这红马还真是非常的强悍 由于他倒下时 将那只野狼压在了身下 现在更是张大嘴 露出白森森脚草的牙口 竟然一口咬住了那只狼的脖子 随着钳指用力 在站起身的时候 红马将那只野狼甩了出去 不过望远镜中的庄瑞模糊地看到 在红马的嘴里 似乎撕下了野狼的一块皮肉来 这 这还真疼娘的马迹咬人呢 庄瑞看的是目瞪口呆 他突然想起了一些 演义小说里所描写的主角的战马 都是会在战场上帮助自己的主人 用脚踢或者用牙咬对方的马 看清这都是真的呀 在野马扔下那只野狼之后 最后一只野狼终于崩溃了 尾巴一夹 竟然沿着来路窜了回去 红马也没追赶 而是仰头长肃了起来 一时间 整个大草原上 都在回荡着这清亮的声音 端得是夜半马鸣风啸啸 一百四十章 驯服上 夜凉如水 皎洁的月光洒在大草原上 随着微风轻轻的浮动 仿佛一幅水墨画一般 美丽敬意 一声响亮的马斯打破了这种沉寂 那极具穿透里的声音随着草儿的起伏 像是大草原的脉洞一般 远远远地传了出去 一时间 成为了天地间唯一的声音 虽然前肢和臀部都受到了野狼的抓伤 但是 红马仍然稳稳地屹立在原地 骄傲地高抬着头颅 在发出了震天的四名声之后 红马调转过头颅 像是国王巡视自己的紫眉一般 看向周围的马群 每一只被他看到的马 均是跌下了头 向其表示臣服 就连在巴特尔控制下 慢慢跑动的赤血 也被这声四名声给震惊住了 任凭巴特尔如何催促 却是一直停在了距离红马一百多米处 驻足不前 红马终于看到了不远处孤零零的一匹赤血 口中又是发出了一声四名 野马群顿时骚动了起来 所有的马都以前足断地 发出哒哒的声音 跑 马群要跑 巴特尔偷眼从赤血腹下 看到这般行星后 顿时大惊 今儿野狼袭击的事件 对马群的惊扰不清 如果这次再跑了 那可有得追了 想到这里 巴特尔一个翻身上了马背 两腿一夹 口中咬喝了一声 惊直向着红马冲去 巴特尔这也是欺负红马受了伤 否则绝对不敢如此大意 见到原本没人的马上 突然多了一个人 野马群显得更加焦躁不弯了 只是头马没有发话 那些马没有一个敢于先跑的 八十米 六十米 四十米 二十米 看着距离一步步的拉近 巴特尔空出双手 接下背在肩膀上的绳索 往头上一甩 一个套环显露了出来 在巴特尔的头顶绕着圈子 距离红马越来越近 巴特尔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很多 上次是在远处用望远镜看着红马 现在来到近前 巴特尔才发现 这马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神聚 红马高大的身材骨骼十分紧凑 肌肉分布协调 那优美的线条 就是训练了二十多年马的巴特尔 也从来未曾见到过 至于马身上被狼抓破的地方 则是因为红马的颜色 倒是不怎么凸显 红马在看到巴特尔向自己冲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反应 一双清澈的眼睛 只是紧紧地盯着对面的巴特尔 不是轻轻地打下喷嚏 不过 要是巴特尔能读懂红马眼中的意思的话 那他一定会异常的气氛 因为那是一种冕事 于驾 在距离红马只有五六米远的时候 巴特尔终于出手了 他手中的绳索 在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之后 静止地飞向了红马的脖颈 巴特尔从会吃奶的时候 就在母亲的怀抱里坐上了马背 而五六岁开始 就敢骑着小马到处奔跑了 马术之家 在这个大草原上 也是先有人能与之相比的 这玩绳索套马的伙计 更是练了一二十年了 尤其是在部队的时候 巴特尔将这套马的本领 研化成了一种杀人的技能 更是出手无需 就连彭飞都佩服得尽 像巴特尔现在出手的这一招 就叫做三环套月 使他从蒙古人套马的技能中发展出来的 其效果远比牧民们套马精确多了 别说目标这么大的一匹马 就是一条花柳的毒蛇 巴特尔都有把握套中 所以绳索出手之后 他心心满满地催了下吃鞋 准备冲到进前跳到红马的身上 事情正如巴特尔设想的那样 几米的距离对于赤鞋而言 甚至连一秒钟都不等 在巴特尔甩出绳索的同时 也到了红马跟前 巴特尔根本没多想 双手在赤鞋的背上一按 整个人斜着按照自己刚才的感觉 就跳向了那匹红马 哎 马呢 从赤鞋背上跳下来之后 巴特尔却是傻眼了 因为那匹本来应该留在这个位置上的红马 竟然消失不见了 马特 没套上 伸手拉了下绳索 巴特尔这才发现 原来百发百中的绳套 居然并没有套中红马 这让巴特尔有些沮丧 以前自个儿距离十多米都能套中奔马 现在如此之近 竟然套不住一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伤马 巴特尔知道 自己的驯马大技算是失败了 很艰难的转动了下脑袋 终于发现了 正在距离自己只有六七米远的那匹红马 红马歪着脑袋 也在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人 以他敏锐的动物本能 可以感觉到 对方似乎并不想伤害自己 但是 出于动物自我保护的天性 红马当然不肯被巴特尔套住了 马对人的态度好恶是十分分明的 他在同人的接触与合作中 有着十分苛刻的条件 首先 你必须能够驾驭他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仅有勇敢是不够的 还要有记忆 要向马展示你的智慧 然后才是你的父爱和关心 如果以上几项都能做到 那才算是赢得了马儿的认可 而那匹马也将会对人产生深深的眷恋 终生任其为主 不离不弃 巴特尔勇敢倒是够了 父爱和关心更是一点不缺 但是这手上的活就操了一点 连红马身上的一根毛都没摸到 自然不可能得到红马的信赖了 得 我败了 我帮你聊下伤口怎么样 狼的爪子可是有毒的 巴特尔两手一摊 居然对着马说起话来了 这对于牧民来说 倒是很正常的 他们相信 马能听懂自己的语言 如果您第一次去到大草原上 见有牧民神神叨叨的对着马说话 千万不用感觉到好奇 巴特尔此时已经失去了收复红马的心思 他说这番话 只是出于爱马的本性 不想看着这匹神俊的马 被狼爪上的毒素影响到了身体 红马根本不大理巴特尔的好意 口中发出了一声青丝 骄傲地抬起头 向着巴特尔来势相反的方向跑去 而野马群也跟着小跑了起来 虽然只有一百多匹马 巴特尔也能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颤动着 连忙扭头去找赤血 只是身处在野马群中 却是无法寻得赤血的身影 完蛋 要追不上了 巴特尔知道 这次红马肯定会远端千里 以后再想找到这群野马 估计可能性不会太大了 不过就在巴特尔近乎绝望的时候 一道白色的影子 突然从他身前划过 定睛看去 巴特尔不由惊叫出声 庄瑞 没想到 那道白色的影子 正是骑在小白身上的庄瑞 从望远镜里见到巴特尔 在红马面前吃饼之后 庄瑞就骑上了小马 迅速地往这边赶来 野马群和庄瑞都在发力 短短的几分钟过去之后 偌大的一群野马 已经跑出了几百米远 融入到了深深的叶色之中 等到野马群消失之后 站在原地的巴特尔 终于发现了他的赤血 不过让他哭笑不得的是 在赤血的旁边 居然还位移着一匹 黄色的母马 两者正在耳边撕磨 奶奶的 走啊 巴特尔自从得到了赤血 还从未舍得打他一巴掌 不过现在却是忍不住了 伸手在赤血的屁股上 拍了一击 因为这祸实在是太过分了 巴特尔都翻身骑了上来 他居然还不紧不慢地 有心思和那母马调情 巴特尔知道 这马发了情 即使你强迫他去追庄瑞 那也是出功不出力的 话说 动物的爱情来了 那也是相当猛烈的 巴特尔摇了摇头 对着后面追上来的姐姐喊道 铁木尔 奇奇哥 跟上庄瑞兄弟 追不上就算了 千万别让庄兄弟伤到了 巴特尔大哥 放心吧 我不会让庄瑞安大出事的 铁木尔的马 要比小白差上一些 虽然是同时间起步追出的 但是 现在只有落在后面吃灰的份 好在马群刚过去不久 即使在夜色里 也难不倒铁木尔 至于后面的彭飞 那就纯说是打酱油的了 骑着黄点那匹母马 即使他心比天狗 也不得不接受 命如纸包的结果 追出一两公里之后 干脆累马往回反拉 别说野马群了 彭飞现在 连铁木尔和奇奇格的影子 都见不到了 只能兴兴地回去 和巴特尔作伴了 不提彭飞和巴特尔 一直坠在野马群身后 五六公里处的铁木尔 却是越坠越心惊 虽然野马群 并没有脱离铁木尔的视线 但是 从两点多钟到现在 五点钟了 已经整整跑了三个多小时 天上的奇明星都将落下 而野马群 却是没有丝毫要减速的迹象 就在十多分钟之前的时候 乌云奇奇格的马 打了个亮枪 摔倒在地上 而铁木尔胯下的马 此时也明显地厚礼不计了 这阵阳的马和野马相比 体力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让铁木尔疑惑的是 为何庄瑞能一直紧紧地 跟在野马群的第一集团 话说那匹白马 似乎奈利 并不比自己跨下的这匹马 好很多呀 我按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